好 我有注意到今天這一part 幾乎都是在教大家 您除了持有台積電以外 因為持有台積電很穩當 到底有沒有辦法在其他的產業 一樣能夠賺到更快速 或者說一樣落後補漲往上走的錢 因為產業不是只有台積電一個人好 還有蠻多的哦 營收節出來也好對不對 那如果同族群已經有大哥往前衝 那其他人一起跟的機會也就高了 這邊就要來請教我們的視聚啦 是 好 十一月開倉之後 其實台子期是一路大漲的 可是今天台子期我有觀察到 盤中他一直比現貨收斂 都一直比現貨低 你就覺得很毛 現貨可能還有五百點 他就突然收斂到只有剩下快四百點 到底這有沒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到底你覺得啦 以現在期權籌碼來說 兩萬四千點有沒有機會看到 一定有啊 一定有啊 搞不好下禮拜就看到 哎呦 下禮拜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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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開那種支票是不是會來 會 那我們先想一下說會不會攻到 這標下的很聳動 下到兩萬四千五百點 還寫無懸念 就創歷史新高 所以第四季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創歷史新高 先看一下我們上次還是上上次吧 9月20號 那時候才兩萬兩千點有沒有 對 那時候畫一個一樣漲幅等距離 那時候預估應該會到兩萬四千一百六十八 二四一六八 但還沒有過前高 對 看起來有機會再突破啊 因為台積電現在很猛啊 漲一百塊就八百點了 所以現在台積電這麼強的情況下 應該有機會過 所以看到我就想要兩個字就是樂觀 樂觀 第四季就是樂觀 除非有什麼突發性的利空 好 那我們從幾個原因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期貨部分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指數 好 那因為今天11月新開倉是暴漲 對 就暴漲 那10月份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10月份的合約 期貨合約 因為禮拜三已經結算完了嘛 其實10月份合約是走最高 就幾乎開完之後就幾乎收最高 幾乎啦 所以價差是1761點 其實波動不大 就盤整 那我11月的話開倉就暴漲 代表說可能會比1761點活動還大 是 對 所以說從10月16號到11月20號 那趨勢的話我覺得就兩種 一種是偏多 一種是盤整 那不會有空方合約 我剛才說就兩種想說 等一下你講出不是偏多就偏空 我就打下去 不會偏空 目前看來不會偏空 再來就有個變數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大概漲到快11月的時候 大概奶盤就會觀望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那我們先從齊全籌碼來看 好 今天空單有大減喔 對 看起來密密麻麻 圈幾個重點給大家看就好 外資買賣超 今天買了500多億 好 現貨 偏多嘛對不對 今天外資賣了4700多億 是 到今天為止 那代表什麼 他要回補 他如果回補的話 那就是指數再往前推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看外資的空單 哇 今天一口氣補了多少 5600多口 是 所以說進空單只剩下2.8萬口 突然之間三萬的關卡就 對 就往下掉了 那三萬卡一下 三萬口一下就很偏多啦 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上次到這麼低水位的三萬口一下 是在9月12號以前 9月11號 那時候在哪 在這邊 這邊 這邊的時候是有這個降到三萬口一下 指數是往上拉 那在這麼高檔的水位 他沒有避險 對 因為這次其實外資4萬口空單 你不用太偏空看 因為他現貨都是買超的 所以都是避險 現在連這麼高的位階 外資也不太避險 怕被割嘛 是 怕被割 漲那麼多 他也會怕 所以空單降下來 那正常來說 今天大漲完 其實現貨同步偏多 明天禮拜一續漲的機率 還是蠻高的 好 那再來看小台是偏多啦 那小台最近參考性不太高 因為他好像都比較偏多 然後再來看一下指數部分 那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多方 我們就推出兩種就好了 一種是多方 22500到24500點 24500點就衝到歷史新高 就是在十一月合月以前 那第一種情況是這樣 第二種就是盤整 22100到24000 這種的話就本來是 應該是這種情況 機率比較高 可是今天台積電 就一口氣漲那麼多 所以可能就是第一種情況 機率比較高 就是22500到24500點 所以目前的規劃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說 9月份的行情 我們大概9月份的營收都公告完了 然後我們今天提供的選股模式是這樣 我們去從9月份的營收去抓 好的 那會有分兩種 一種是先鋒部隊 先鋒部隊 先鋒了 先鋒了 對 鋒到前面給我們看 好 那就找這個突擊部隊 突擊部隊就有沒有機會補漲 我認為有啦 因為最近都是這種大帶小 情況是相當明顯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怎麼抓 我們就是找幾個條件 第一個 9月營收要雙增 年月雙增 然後累積要年增 不要只看9月 整個累積起來是要年增的 好 再來第二季毛利率要計增 這樣子營收好 毛利率好 那開出來第三季季報 應該就相當不錯嘛 再來就是成交量要大 我們就不抓小型 不抓那種名不見金賺的股票 因為成交量大 有人買才會漲嘛 對不對 好 那怎樣是主流類股 就是目前來看 就是像AI嘛 AI是一定要的嘛 再來是CPU 細光子嘛 再來是機器人 那因為機器人 我抓9月營收好的 好像不是很多 所以今天機器人 我就沒有講了 對 就大營危系統不錯 已經漲上去 可是其他的我看營收沒有起來 那再來主流類股 就是第一個有題材 第二個營收要好 第三個股價在月線之上 對 盡量啦 就盡量在月線之上 那依照這個條件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從產業跟營收來抓 首先我們抓一個 第一個就是像散熱跟機殼 我們怎麼抓 那其實明年 二零二五年 就是這個散熱的 一冷散熱的元年 對元年 所以我們可以從滲透率來看 整體的散熱的一冷散熱 滲透率 二零二三年才四趴 對 那今年十一趴 明年暴衝到二十四趴 二十四趴 所以這個 那Blackwell GPU產品 未來十二個月 一定被訂光了 這個教主獎的 代表零組件散熱 機殼一定都 營收一定都不錯 所以我們就抓幾檔給各位看 最近很猛的一檔叫做成名店 對 把他當衝鋒部隊 衝鋒部隊 開完法縮完繼續漲 通常開完法縮完 昨天有壓寶性的買盤 今天應該會開高走低 就越來越強 對 越來越強 好 那你看一下他的營收 年徵都不錯 年月雙徵 那補長的可能是銀廣 我們等一下再帶各位看一下 那再來像散熱部分 做軍熱片 像建設已經創新高 歷史新高 那可能一拳做LD導線架 那轉往這個半導體部分 也有機會補長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營收年月雙徵 毛利率也都是幾乎都是忌徵 法人也是開始轉買 那我們就挑兩檔來看 好 首先第一檔 我們看一下這個成名店 成名店已經創高 那成名店他的法縮 講到AI佔比已經四成了 那去年的話 才三成 31%而已 現在佔到四成 那當然一定是越來越好 那想要成名店 就想要廣達 因為跟廣達是比較麻糬一點 那廣達營收創 歷史新高成名店也不會太差 因為他們合作開發 這個整機跟水冷機櫃的組裝業務 好 那我看一下說 有法人報告 今天這個中信有開到200多塊 成名店嗎 對 成名店 那這個是中信開的 那之前的話 我看到大概有到160 其實已經快達標了 是 已經快達標 其他的投股已經去開他的目標價 好 那他主要供貨是Meta 那因為如果說要好的話 就是已經開始出貨這個GP200 隨冷機櫃業務 那你從操作面來看 我今天看一下 這個投信今天突然大買 好像一千一千多張 等於說在高檔的時候 突然大買 所以感覺是還沒有結束 因為他才剛創高而已嘛 前高大概150 所以剛創高 這要拉回到150沒有破 基本上今天是注意拋一個大量嘛 所以說150附近沒有破 我覺得都還可以找機會拉回偏多 因為他以往的走勢 並不是那種一直往上飆 他可能飆一下之後回來 所以你應該可以拉回找買點 那再來說陳明店如果說帶頭衝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617的銀廣 是 陳明店如果說帶頭衝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617的銀廣 是 銀廣的話 我們先從這個營收來看好了 營收9月是2.5億 年月雙幀不錯 那再從這個財報來看 上半年賺2.18 贏去年的1.02也不錯嘛 那我看了一下新聞 他講說他講說這個銀廣算是轉機題材 因為他過去10年上半年都虧損 過去10年上半年都虧損 對 所以叫轉機 因為今年就 轉了10年啊 終於他上半年賺了2.18 轉起來了 轉起來啊 主要是有切這個AI的伺服器 那股價來看就比較偏右下角嘛 這個均線全部糾結在這邊 那今天拉了個尾盤留一個下影線 那如果說這個底部看起來是有點像WD 有點像WD 這邊線比較多 如果說突破了前高 可能是1.15吧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轉強 那你喜歡等 就是看銀廣 你喜歡快一點的話 那就是成名店 我認為看起來應該是還沒有漲完 好 這第一個題材 好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這個 大家最喜歡的細光子 還有這個連接器 我們看一下就是說這兩個題材 先看連接線好了 比較溫和一點 溫和就是連接線 刺激一點就是CPU 那連接線提起來就是這個切入這個AI 跟高速傳輸 對 當然年複合成長率有到6.2% 是 好 當然指標股 當然就是這個茂連 茂連是切入這個GP200供應鏈之後 其實就變標股了 是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就是看這個細光子 哇 細光子就真的相當的強 上衝下襲 那光收發模組 它的年複合成長率有到15% 是 那細光子更強 細光子因為AI要巨量運算嘛 資料要 資料傳輸大量需求 那細光子的年複合成長率 他是高達30% 好 整個細光子的題材 就等於是從零開始嘛 對 所以說這個年複合成長率越高的越飆 那台積電也要組這個細光子聯盟 因為台積電對細光子不是很熟 那希望統整整個資源 好 那看一下個股的話 衝鋒部隊就是連接線啊 就是繁甲跟這個茂連KY 這都已經漲一大段 對不對 其實像茂連KY今天還創新高 那細光子部分的話 衝鋒部隊 之前是第一號衝鋒部隊是光晟 現在改了吧 對 二號當然就是這個 最近開始很瘋的就是聯軍啊 聯亞 對 聯亞這些有聯字頭的 那補長的就有可能是這個 洪家軍的訓星KY 對 那這個資料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其實營收都是 我都是抓有年月雙征的 好 有營收年月雙征 毛利率也盡量都有計增 計增很多 比如說像訓星KY 其實29%還不錯 法人也開始轉買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首先先看茂連 茂連的話 其實今年算是標股 他今天是不是也算創高壓 他創高啊 顛簸中創高 他走勢很牛了 就已經 但人家也創高了 他是從兩百多塊 以前就是很牛的股票 然後現在漲到已經四百多了 那我看一下整個內資外資 法人報告 目標價 其實都開在五百多 所以還是有機會 當然他最主要的題材 就是有打入GB200供應鏈 匯流牌連接器 這塊就是只有 亞洲算是獨家供應 那我投信還是有機會做帳 但是這種股票 你可能就是區間箱型操作 因為他其實以前兩百多的時候 也牛了很久 對 如果那時候布局 其實獲利就很豐厚了 那你要報到現在也算很厲害 也算厲害 箱型整理 箱型下緣再買了 商員就稍微做一些減碼 那補漲了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3605的紅字 當然也是這個高速傳輸連接器的題材 那先看他的 他其實法說其實講得不錯 就是說他就是高速傳輸連接器 有放量出貨 四大產品其實都全面成長 那一季他是賺上半年賺0.52 虧轉銀 那也是這個轉機嘛 虧轉銀 那九月營收也是二十八個月新高 對 那股價來看 這個之前來看就是 長紅又長黑 長紅又長黑 不是很好操作 對 很洗 那就看一下 因為目前我覺得套勞量並不是很大 因為你看最近都沿著五日線往上攻 你說只要漲個一根紅K 他就突破了前高 所以我們就看量 因為前面的量比較大 那最近量還沒有出來 如果有補量 功過前高 這個就突破 我覺得就有機會轉強 就有機會複製帽連 因為畢竟代號只差一個吧 3665跟3605 那就是叫他小帽連 這是這檔 紅字 好 最後我們看一下 就是大家最愛的這個CPU的題材 就是很刺激 很刺激 那我們先看這個聯軍 聯軍還是厲害 聯軍 當然 基本面來看是有轉好了 九月已經營收 已經創單月新高 那也不要說他沒賺錢 單月EPS已經衝到了0.53 他就是沿著十字線 他最近都沿著十字線走 所以貨物線比較急 買 到十字線再做進場 那盡量做兩個動作就好 當沖隔日沖 因為已經漲一大段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這個補漲的訊星 可以換 明明獲利能力也還不錯 對 那第一個他是洪家軍 對 資源整合 又有集團作帳 兩個不錯題材嘛 再來就是 最好就是沒漲到 今天所有的西光石股票都跌 而且都跌得西滑 收紅 我們看一下 訊星KY 今天小漲 而且還創了一個小短線的新高 但他有拿到博通的大單 博通的訂單 一直在講這件事 他真的有是做矽光子 並很多矽光子的股票 沾到邊而已就漲翻了 對 他是真的有做 而且有通過800G的CPO產品 有通過驗證 來看一下 法人最近開始轉買 有沒有 我看一下今天投信也有買 好像買150張 這是一個好現象 好現象 好然後打Beauty看起來快打完了 那這個均線全部糾結在這邊 代表說剛起漲而已 那只要突破了 我覺得你看長流上一線 250突破就有機會轉強 搞不好來機會挑戰前高 這些股票給大家多參考 因為今天台積電創的歷史新高 對不對 那其實在這些族群裡面 也有帶頭大哥 或是說比較領頭羊的 也有創歷史新高 其實一個產業裡面有人創歷史新高 也代表這個產業題材 還沒有降溫嗎 沒錯沒錯 而且台積電這樣長成這樣 我覺得其他電子股 應該有機會了 好 我們就期待接下來的電子股的表現了 好這邊非常謝謝 世俊 謝謝